台北慈激醫院專責病房 護理人員特別在隔離醫後 寫上給你愛心 請病患要有信心 還在餐點上附上小卡 寫著貼心提醒 並且為他加油 原來專責病房內 這一位治療中的病患吳先生 原本跟父親同住 日前到市場買菜後 開始發燒咳嗽 接著自己跟弟弟也出現症狀 一家人篩檢後 發現三個人都確診 分別送到不同醫院 沒想到這一道別 竟然是天人永隔 就是捐著肝 然後爸爸也都挺過來了 沒想到卻因為這件事情 就這樣子倒掉了 然後他就覺得很傷心 然後又見不到爸爸最後一面 知道父親不敵新冠肺炎的病魔 吳先生難過的在病房崩潰大哭 他說母親過世後 從小三兄弟 都是爸爸一個人拉拔長大 七年前他急需換肝 自己立刻捐肝 幫助爸爸渡過難關 沒想到新冠肺炎疫情 無情的將他帶走 連自己四歲大的孩子 都不斷的問 爺爺去哪裡了 他就邊哭邊跟我說 我兒子問我爺爺去哪裡 我完全打不出來 如果他就是現在走了 那他的孩子就會 又沒有爺爺又沒有爸爸了 貼心的醫護人員知道這個消息 不但主動傳訊息 關心寫上加油祝福的話語 更告訴他孩子已經沒有爺爺了 不能再少了爸爸 讓他相當感動 慈禁醫院將這一段故事 PO出感動的上千名網友 除了為吳先生加油 也感謝醫護人員辛苦救人之外 還能夠有這麼貼心的舉動 TVB新聞綜合報導 請大家訂閱按讚 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